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非常强调名正则言顺 所以这个取名它非常重要 当我们这个汉林书画院 前面有汉林两个字 本来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 包括绘画在内是国粹 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你会发觉它就非常的要求非常高 加了汉林两个字 那一定和学问的高度 满腹经纶这些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和我们在座的书友 书道的朋友 书道的同仁一起来交流 以书法为中心的一些事情 那个应该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在座的书友 对于中国书法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应该是一点不陌生 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交流的 就是优雅的书写 所以它不是 我们重新化 常常说离和地它有区别 所以你会发觉 我没有用那个偏正词组 我是用的那个壮语和中心词 这个方面的形式构成的 叫优雅的书写 那个讨论一下书法的传统语 现在转型的问题 本来是线下的话 我们交流起来可能就更为方便一些 但是从我这学期给建筑学院的 三个大的专业 建筑规划风景园林 他们的建筑园林景观书法 他们本来是创新实践课 以动手为主 但后来因为疫情的紧张 两周以后就线上了 所以后来真正在动手的时候 结果是在线上 所以我这次我和同 那个建筑学院的选修了 这个景观书法的同学的这种交流 我非常高兴 同学们也克服了 不能和老师和同学们在一起形成的 一种实作的这么一种环境 在各自的非常 有些可能还是比较艰苦的 包括他那个书案都可能存在问题 地方很狭窄 那个材料也可能不是那么齐备的情况之下 那么几周下来学习 通过赚立凯新潮 最开始是整体讲了一次理论方面的一些课程 后面就是每一周训练一种书体 最后同学们完成的课堂的作业的情况来讲的话 我还是比较满意 所以我在和我们的景观书法的同学交流的时候 包括我们今天要交流的 其实他更多的可能有些时候是在观念方面 我们不能说讲的是绝对正确 但是我们可能会再讲一些道理 审美的这一种格调 品性这方面可能更重要 所以常常我们讲有个先入为主 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它是很客观的 所以你可能明白了很多道理 但是手不一定跟得上 我请问同学 你们可以反馈一下 就听的声音怎么样 我就害怕这个网络 因为我现在还在大学城这边的 那个不知道清不清晰 这个方面的讲的内容 老师可以听到很清晰 那好那好谢谢 今天我们听的这些同道朋友 因为我也本来我是主张相对 就是不要太过于开放 因为就害怕有一些 不一定能够满足每一个人的 每一位书友的这种愿望 还有我刚才看到还有其他著名高校的同学 因为各自学校都有在这方面的 专门的研究的一些老师 那么一个是你们和他们可以今后加强 更多的一些交流 另外我这个方面根据我的情况和大家介绍 未必能够满足你们的一些比较高的要求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说明一下 也请你们海涵如果没有达到你们的目的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观念性的东西 比如这两天 那个江泽民总书记 逝世是我们那个全国民的这么一种很哀痛的事情 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就关注过江总书记的字 我不知道我们在读的书友对他的字的感觉怎么样 所以我今天之所以说优雅的书写 更多的可能就要在我们心目当中 要树立 状态的汉字的书写 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所以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些东西 今天准备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 但是不一定我会一一的按照我们的PPT 完完全全给大家讲 因为有些可能一笔带过 有些要重点的和给大家一起分享的 所以从在江泽民总书记的字 我曾经就深读过他 深言过他的东西 你比如说这两天 大家都曾经在一种缅怀 伟人的这个气氛当中 说实话对于他的书法 曾经中国书法曾经专门做过刊发 而且他的古诗词也学得很好 他是一个在艺术方面 政治方面我们在这个方面 那个时间问题也不是我们本次交流的主要涉及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 但是那个一个伟人 他的综合文化修养 我们从他的单单的这个汉字的书写 我们就会发现他的非同寻常的状态 那确实是超乎一般的 所以这两天那个从微信里面你可以看到 他艺术这个方面呢 叫做除了汉字写的好 书法表现不错 而且唱歌 还要吹笛子 还要弹钢琴 诸多这个方面的艺术的修为 他都没有远离 而且都达到了可以说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漂游状态的 非常高的这种状态 这是令我们非常敬佩的 所以江总书记的字 我们同学如果是 PPT我还现在还没开始换 PPT先请大家听我讲一下 讲一下这个内容再说 因为这个方面因为我是临时加的 我没有形成PPT 而网上你们这两天也看了很多 比较江总书记的字 还有一个就是 网上要查的东西都很方便 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观念方面 给大家树立一些东西 一般的资料方面 等一会我准备的PPT 我们再看一看有些东西 但是我这边 谈的一个引入的话题 我们先感受一下 那么江泽民总书记的字 给我留下的印象 所以我们 书友也可以找他的笔墨 然后来参悟一下 体会一下 大气 中正 东厚 儒雅 那个还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形容词 但是里会发觉 我刚才这个四个词 八个字 基本可以概括江泽民总书记的 他的那种汉字书写的风貌 那么总体他的传统的成绩非常明显 所以我们后面要讲 如何跟进传统的问题 我们这个汉字书写不是随时的 好像普通的一般画一画 所以我给大家点一下 我一直 尤其是书法起步 从凯书起步 我这些二三十年我都强调 学书当学研 江泽民总书记的书法 几乎都是建立在 严真卿 那个 书品和人品结合得非常好的 这一个仅次于王羲之这一伟大书生的 这么一位 巨匠型书法家的 他的笔墨的 就是江总书记就建立在他的这个成绩上面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要和大家交流的 等一会再看PP听 第二个问题 我之所以要和同学们要提出优雅的书写 这里面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其实就是建立格调问题 也可能是真实功夫的 这个方面的一种训练的问题 所以这个我们同学来讲的话 就是我一般不赞成 一谈书法大家马上开始去动 握笔就开始操练 你会发觉有些时候 磨刀不误砍才功 有一些问题明了了以后 你做的方向明确 路质很正 效果很鲜明 我在这个方面给大家点一个 最近我看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言小品 那个陈佩斯 陈佩斯接受记者的采访 他特别强调一个什么东西 他曾经演小品 最反对托 托 就是演小品的过程当中 专门有人担负拍手鼓掌的 这个任务 陈佩斯非常反感 为什么我今天要提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的汉字书记 常常我们讲自无白日之功 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不需要练太多的时间 就可以写得很好 他说我建议我们的书友 不要去迷信这句话 有些人打着 速写 那个速成法如何如何 实际上他没有太多的道理 站不住脚 自无白日之功 我们更应该理解为 花相当的时间来练 可能还练不成什么一个样子 于是乎我们老先生们常常给大家讲 书法是一个无底洞 我是深有体会这个方面 那个陈佩斯通过他的小品 他最反感 有托 然后在表演的过程中 不断的通过拍 那个鼓掌 然后来产生所谓的效果 陈佩斯说了 他是最 一个是感觉最可怕 另外是最讨厌 最 最烦 最烦人 那么人家记者就问他 如果冷藏了 有人能够给你鼓鼓掌 好像有托儿的 这个方面的一些 任务的完成 是不是对你 那个表演者有好处 但是陈佩斯来讲 他非常肯定说 他不欢迎 他不欢迎这种状态 他说这是没有本事的表现 他说出现这种情况 没有鼓掌的 我回家去练 我回家练去 这是他的原话 他说的是 这种情况 弄虚作假的这种 氛围的形成 最容易形成什么 把是非颠倒了 最后这些托儿 堂儿皇子的 走上了殿堂 走上了荧幕 其实他会 他会相当于混淆 含糊我们的 真正的追求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要给书友们交流的 如何才能做到优雅的书写 我们的标准要拿准 我们的方向要明确 路子要很正 所以如果路子不正 不正的话 你会发觉写字 最后没什么效果 有可能你要追求 有可能你要追求所谓的美 结果是适得其反 所以这是第二点 我要给大家先介绍的 另外来讲的话 刚才我一开始就给书友们讲 我的讲的内容 我们交流的内容 那个碰撞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话题 未必让每一个满意 因为书法里面 他的风格比较多 审美的内心也比较多 那么就文化的基本状态来讲的话 我们追溯一下中国的文化历史 宋代被历史学家 表陈英雀先生 他就很明确的表达 宋代是封建文化的最高峰 那么宋代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那么宋代以前包括汉唐 他的气度很宏伟 但是文化的高度 精存的程度 未必达到了极致 那么宋代文化他的成型 我们如果用分类 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比如我要给书友们提醒的 文人文化 宫廷文化 宗教文化 还有一种具有母性生发力的文化 叫民间文化 基本可以说是非常成熟 非常成型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书法 这位艺术 他跟着这个文化 他就可能会落实在文人书法 文人艺术 文人宫廷艺术 宗教艺术 民间艺术 在落实书法上面 就文人书法 宫廷书法 宗教书法 民间书法 那么我们同学就要注意了 我们之所以要给同学们交流 和我们的书友们交流 优雅的书写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我们交流的时候 要在观念方面 形成一些共识 真正什么叫美 对 美的类型多种 我们现在要追求的是哪些状态 我这个PPT内容比较丰富 但是我不一定都和我们 因为时间有限 不能够都交流 首先关于这个高养文化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学我们的国粹 传统的文化的极致的表达 书法 这个在 那个一个著名的 那个文化专家熊炳明 他后来是 那个加入了法国的国籍 他曾经对我们中国 他对他的母文化 对书法的评价 他说是中国书法核心的核心 为什么这样谈 那么这个核心的核心 肯定不会是指 我们刚才所说的 有一些过于低端的状态 那一定是很高的那一部分 那么这个 这种高的这个部分 主要就是由这些大文人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在做书友 在这个方面来讲 慢慢慢慢的 就要明白有一些 为什么我们说 学书法要通过临帖 要临哪些帖 所以我这个地方 首先就要在这个大的背景里面 然后来落实我们的书法的认识 高养文化 养 什么叫养 典正的端庄的高尚的 那就是摆脱了低级趣味的 追求真理和正义的 引导道德文化水准 健康向上的文化品味 所以我刚才提到了 有个关键词 我们书法历史上面的 大家 仅次于书生王羲之的 严真卿 他曾经 那个被封 封定 然后号鲁公 严鲁公 被称为是 中义之士 人品和书品 在我们中国那个文化史 中国书法史 中国艺术史上面 那可以说是赫赫有名的 这么一个标杆 这一段话 这是 之前我们的官方非常强调的 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 自觉践行什么什么 这些 大家要去消化这些内容 要坚决抵制 庸俗 低俗 魅俗 所以这个高雅很重要 所以有一个 现在比较火的人 当然我是比较客观的分析他 有可能把他看作行为艺术 还可以 成立 但是如果是和书法密切联系的话 这个真详的 后书 我们要谨慎 那么过去的传统文人 在这些方面有相当多的追求 大家注意 为什么文人他有雅号 出人没有 我们这个地方不是把人 不要去花成几个等级 但是理会发觉 我们很多时候文化的追求 往往 他叫 看我们那个 就说满腹经轮的这一些 学问修养非常高的这些人 他成为一个社会的这种标杆 所以文人的雅号 琴棋书画 为什么是这些方面 当然我们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也要注意 雅和书他可以转化 他充满非常辩证的色彩 在这个方面我们书友们 曾经读过的 和唐乐社 背影的作者朱志钦先生 他曾经关于雅和书专门有论证 他有一个论文集出版 所以我们可以找这些东西来读 去理解 当然除了这个朱志钦 这一位高士之外 其他的一些著名的学者 包括季贤林先生 张代莲先生 启公先生 这些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我这个地方特别把启公先生 他成为了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以后 他明确给当时的中国书写的主席团讲 我们的书法要追求文器、正器、大器 所以刚才我讲 汉林书法院 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启公先生的 他所强调的文正大 三个字 这是我的第一本小说出来的时候 我的博导张道一先生 给我提的这几个字 现在我每每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我心里面非常振奋 做中国人 祝民族魂 那就把这个汉字要写好 所以他给我的那一本教材 中国书法艺术 我们从大出版社出的 写了一篇文章 带我的 给我的序言 它是文化的门面 实际上就这样 我们一般的理解叫 自是打门锤 自是打门锤 那么这个优雅的书写 其实我们在座的书写 肯定也 也思考过这个方面的东西 但是我们是否 想的比较多 而且想的比较明白 甚至于在远离 这个非优雅的状态 那个这些年 我们重庆大学 这个校园的环境 我觉得还不错 那么前些年 可能我们很多标 那个宣传的材料 交给一些社会的一些 文印公司来制作 他选的那些 用字可以说是非常粗糙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是非常有意见 后来发觉 全国高校都有这种情况 就是那个 所打的那些广告啊 那些招贴 这些 那些用字 因为现在社会的字母 那个电脑时代 科技时代 那个字母呀 非常 说好听的 非常丰富 也可能是非常复杂 高低都有 那么启公先生 他的字 也形成过 电脑的字母 然后我在启公先生 做书写主席之前的 一个叫苏统 苏统先生 他的字也形成过字母 那么现在 实际上他们那种字母 给感觉 他就比较雅 比较中正 可以说达到了雅俗共赏 那么我们现在的 冲刺于我们高校 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在内 所以我觉得有些遗憾 因为我们是高等学府 是象牙之塔 我们所面对的 很多方面 应该是文化比较高的 这种状态 如果出现的这些招贴 所形成的这种用字 它不分高低 不分雅俗 不分金和粗 那就是我们的一种责任 没有金的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形成 优雅的书写达成路径 首先给大家交流一下 内容 我们要讲究 不能见什么内容都写 人家让你给他写一个 那个红韵 那个红韵当头 你也很乐意 甚至于比这个红韵当头 天天要日进斗金 这些 其实你会发现 文人他会对这些内容 他是不大愿意愉快 接受和书写的 所以内容要讲究 必输不输 这个苏东霍 东霍先生在这方面 他专门有文字表达 就是很避暑的内容 他是拒绝书写的 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些 所谓的书家 建制就书写 只要给钱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方面要考究的 第二一个是 书写的过程 一定要远离杂耍 为什么很多 留下来的东西 只能叫做江湖杂耍 江湖字 格料不高 像这些方面我们要远离的 第三一个情况就是 第二个是书写的过程 比刚才所说的那个 真详的 吼书 一边大叫 一边狂悟 然后根本把笔不当毛笔来使 一点不尊重我们这个毛笔制作的这种状态 你会发觉这个笔墨直言制作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们过去文人 他有始终有一个敬畏之心 所以这个书写的过程也要注意 这个毛笔在我们手里面 也是制作者良苦用心的凝聚 我们肯定要注意 至少要维护它 不仅是你自己写字写的顺手的问题 而这个工具的形成它不容易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特别给大家提醒 就是书写的过程 一定要做到优雅 一朝一世 一定有讲究 第三一个是书写的结果 要让眼睛看起来很和谐 关键要进人的内心 要养心 所以我们汉林书画院 如果你给你的同学朋友 然后书写很名言加剧 那么你这个字如果没有修认到相当高的状态 他拿到以后 如果仅仅是表达这个文字内容可能还不够 还要让他在读这个文字内容的时候 美油然而生 所以这个美的深层非常重要 那么中国书法 这种艺术很特别 比如说我们按照实用艺术和纯粹艺术 这个角度来看书 中国的书法 我们如果说它是实用艺术 我们可能有些书有还不一定很乐意的接受 书法艺术如果把它当作纯粹艺术来追求 这就是我们当下办书法专业要警惕的 这是我一直提醒自己 书法艺术 它要仅仅基础于我们的实用书写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讲究我就不一一的念了 你比如说一个内容 我们要用什么书体 要用什么风格的效果去表达 都很讲究的 所以我这地方给大家提到了一点 我们如果到农门二十品去参观过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农门二十品 农门石窟去参观过 农门二十品就在农门石窟 其中有十九品都在古洋洞里面 那么我们这一个内容用 农门二十品那种很菌拔 很凝利 棱角很分明的这一种书体 可能就不适合写 池塘生春草原流变明清这个内容 为什么我们慢慢要明白 慢慢要明白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提倡优雅的书写 优雅的书写如何才能达成 我们回顾一下两个大的时代 一个是文化相当有浩大气象的唐代 唐代被称为圣唐 方方面面都为我们后世所仰视 为什么 你看我们书法 在唐代最开始书法研修 当然不仅仅是写字 当然当时唐代由宫廷成立了几所高等学府 其中有一所就是书学 如果对应我们现在的话 那就是专门研修书法的 但专门研修并不是只做写字 你看看他在那边 他特别讲究 凯伐穷美 是书学生们追求的 这个方面的一种 相当于研修的目标 凯伐穷美 肯定是在凯书上面落实 但是他并不是天天只写凯书 你看这段文字 你们如果能够留下来研读的话 那么你会发觉 他对文字学 对于总体的文化 对于字的本身 钻研凯仙草集体是怎么兼顾的 他有这个方面的一个相当的强调 学书日子一福 见习实物册 读国语说文字林 三昌而养 凡书学 这个识经三体 因为过去他相当于是 锻炼使用书写的非常好的范本 三体 三体就三种书 三种字体 有比较古的比较篆书 还有历书 而篆书还有上下两种 那个古状和金状 现三岁 说文 就学生的说文解字 还要学习两年 智林要搞一年 那么书学生 习篆历草 看没有三体 要明这些东西 另外还有监通 论语 孟子 篆以古文 大小状为法 大家注意 这个篆术是非常大的一个系统 虽然我们在座同学 可能你们那个走经过小篆 但是你想 甲骨文 金文 金文像 纯粹的小篆中间有一个过渡 就吴昌硕先生 宁摩 十古文 那个就是咒文 那个被称为 大状和小状 过渡中间的一种样式 但是基本小状 成型了 在那个有反应 好 然后我们那个讲点插曲 你们听 看一看就是了 我们不多讲 这个范真和张海 张海是我们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上上任主席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他管辖的中国书法上面发表 题目大概就是说当下的书法上纪 这个我们在读的书也要思考 说如果书法只是在上纪方面做文章 优雅的书写 书写就几乎不可能很好的达成 你看这个已故的台湾著名学者李奥 他对范真的话的看法至少可以让我们参考 他说范真的话乍看不错 但看多了 千篇一律 他的字做做做讨厌藏房先生的毛笔字而已 至少给我们提醒了 如何理解这一位生命很显赫的先生 他的话和字这个问题 宋代 你们看看 他在唐代的这个书学生的对于书学生的要求 他在审美这个方面 有比较明确的这些文字表达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结合我们现在的书法研修 我们怎样写字才可以把这个字写的标好 那么宋代的时候对书学生的要求 我们怎么去理解他们的这标准 考书之等 最高级别相当于方圆肥瘦适中 方长化尽气清运骨 老而不俗为上 我今天要给我们那个大家交流优雅的书写 这就是非常优雅的状态 你看我们那个出唐有一位书家 出唐世家 于世兰写的夫子庙堂碑 我们书有可能有过这个印象 当时的皇帝给于世兰的书法的评价 他的开书 说君子长气 君子长气和我们这个地方的封长化尽 封长长气 这个笔封要长起来 为什么古人写字要求你的笔封 在转立凯 至少这三帖里面 不能随意把笔封露出去 为什么 这里有讲究的 有用笔本身的笔墨的这个方面的效果的讲究 另外可能还会有伦理的 这个方面的一种把握 所谓伦理就是一个人呢 他的行为的方式 你如果动则锋芒太露 有可能不适合中国的文化的这个方面的要求 他和这个不一致 再加上非常重视的事情 要表达一种树木严肃 有可能和这个风的这个影和弦 他就联系在一起 但是这个笔封藏了以后 这个笔画还要出现一种力量美 这个近视力量美 而更高的要求 从这个笔墨里面流入的气息要好 什么叫好气息 这里面有个清字 清气和桌气 他相对而说 运古 这里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标准了 我们往往是往后看 不一定是所谓的创新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为心而创 为心而心 那个是我们要谨慎的 另外还有一个老而不熟 虽然说他这几个表达他是有联系的 但是各自有强调 老是指的力量感很成雄 老辣 人数俱老 不熟 就给我们提出了 一定要往亚方面走 这是最上等 如果真的做到了最上等这个要求 可能你的字就为我们所非常肯定了 充分肯定 而且往往这种字就可能从我们的书法评价 第一个 未写字而写字就是写字 然后是书法 到更高的提升就是法术了 老而不熟为上 他就可能会传世了 所以我这个多说几句话 第二一种情况 他就有一种偏失 他不圆满 不完善 方而有缘比 缘而有方比 瘦而不哭 肥而不作 各得一提者为中 这就是宋代书学生写字 他都不是完全走极端 所以我们通常说写的方比里面要有缘区 要有缘事 写的缘比里面 要有方的这个意向 不要转折转折 转中有折 折中有转 所以我们在座的书有想过没有 我们写颜真卿 欧阳荀 柳公权的这些楷书 在写那个横河术 交代的转换的过程当中 按照我们一般的一个词 给他的介绍句 叫转折 那么我们一般书法的老师 就会给你提醒 要注意哦 转中有折 折中有转 颜真卿的字 很多折比当中是有转 大家注意这个折比 就是隶书之笔转式 转书之笔 转书用笔 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这只能算中等状态 也就是说在分寸 他给大家特别提出一种分寸的把握了 第一种上等书 没有特别讲讲究规范的遵从哦 分寸的把握 他并没有说到很多 你会发觉 第二一种中等状态 在法上面有相当的强调 第一种超越了法度了 无法之法乃为治法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这个优雅的书写率 是非常高的这种追求 最下一等的状态 我们如果能够 现在能够靠近这一种 已经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注意 方而不能圆 肥而不能受 模仿古人笔画 不能得其异 而均其可观为相 也就是说大字比较协调 大字比较一致 大字比较统一 仿佛和谐就可以了 这是下等 所以这个时候 肥而不能受 由这个方面 他又会提出我们 这个写字到底是肥比好 还是瘦比好 唐代的大诗人 诗圣杜甫 他明确提出书贵受印方通神 而颜真卿所代表的书法 在唐代的文化有这么几个表 表现的高峰 叫那个 颜 颜字 韩文 那个 吴道子的话 以韩语的文章 颜真卿的字 都是圣堂的这种表现 而圣堂表现有个很 视觉的 视觉性的效果 就是肥厚 风雨 风满 那么也就说 这个地方 他提出的 肥而不能瘦 相当于墨珠一样的 当然就不行了 如果太瘦 太干枯 又不行了 所以这个我们 都要多留下印象 来理解这些话 优雅的书写 我们这几个概念 我们也要好好地理解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动笔 应该怎么追求 应该怎么入手 那么这里面的 确实讲究很多 所以我现在 因为我们那个 国家在专业办学 这个方面 书法学 目前全国 有两百多家 两百都所高校 专门遭受书法的本科生 这肯定是令人欣喜 非常值得骄傲的 这个时代的写字的人 好像真还不少 而且是专门写字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些办学 这些学生出来以后 他们今后会达到什么一个状态 那个这里面 这个下面启公先生 他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书法家 欧阳仲实 从我所看的材料里面 曾经欧阳仲实想 他从专科书法学生开始 那个招生 办学 一直到硕士 最后他想办博士 去和启公先生商量 启公先生就回复了 欧阳仲实先生 大概理解起来 他不是非常接受 招书法博士 当然现在我是另外一种环境 另外一种思考了 就当下还原当时的情况 那种的话 启公先生 他说谁能够给我讲清楚 书法博士写的字 应该是怎么一个状态 当然这个欧阳仲实 他无法回答启公先生的这种说法 后来尽管欧阳仲实 办起来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博士点 而启公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 非常骨干的大家 专家 但是你会发觉 这就让我们思考很多内容 那么就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们一定要 我们在座的书友一定要搞清楚 什么是写字 什么是书法 你看这个启公先生的这张作品 我们怎么去理解 怎么理解 而这个写字 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讲究 直接把这个点画写完整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过去的文人一点不满足 一点不满足 那么这个写字 它的基础是汉字 汉字有什么特别的一些规定性 我们要文字学这个角度 要去把握它 所以我们这个书法 我们有表现的对象 它就是汉字 表现的工具就是 笔墨指 像这些 那么这个古人 把这个写字叫做书 写的结果 我们看起来以后 它和这个人要产生对应 叫书如其人 我后面还会提到 所以像这些方面 我们都要去思考 那么我们写字 比如说我们要在乎什么东西 在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中国书法 艺术这个教材里面 我很明确的 笔法 字法 章法 末法 这个我们必须要讲究 必须要讲究 中国很明确的 就汉字的 这个方面的书写 它有三个级别 第一个是写字 它实际上是 书面的交际功能 能够达成 写字的任务就完成了 第二个 在写字技术上 它提升的是书法 那就开始 有很多艺术的讲究 有很多美的邻居了 当我们现在面对古人 我们临摹的这些对象 如果我们要给他一个说法 他可能 你称他为书法没问题 尤其是非常 那个精彩的那些经典法天 书法两个字还不能够 准确的给他 这个方面的一种定位 而要把这两个字 前后倒过来 叫法书 我这给大家提到了 哪一种书法作品 哪一种书法材料 可以称为法书 千古效法之书 那就是法书 所以在日本 他几乎把这个字 稍微有点讲究 叫书道 我们中国人某些时候 有些时候有点羡慕 说那个日本他们很讲究 品查的 那个相当于查的 这个演绎的这个过程 他们叫查道 武术他们叫武道 我们叫武术 写字的他们动辄就叫书道 而在韩国 他们叫书意 他们有一个词叫书法艺术的 那个两个字表达叫书意 我们某些时候感觉 他们那个好像比我们好听一点 但是你会发觉 我们这个从写字到书法到法术 分这个三个阶段分析的 分别的非常清楚 某一个当次 他就只能用这种叫法 所以另外一个角度 用语的准确 我们很显然和他们相比 要更为准确一些 他们有一些含糊 有些含混 当然换一个角度 他们的概括力更为好像更为强一点 这是启公先生的字 那么这个大文学家 从文先生 他直接就叫谈写字 他谈写字未必不是讲的书法 所以这里面他就谈到了 因商的这些文字 商气文字如画 周气文字极重组织 以后的大小传的雄秀 秦权量文字的整数 汉碑节的繁复变化等等的 我们找这些材料 下来以后再消化 这两张图片 我们重庆大学的学生 至少右面这一张 你们应该熟悉 这就是我们重庆大学 第五任校长 何鲁先生 伟大的数学家 他的那个书法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那个我们刚才讲的 自如其人 每个人的性情不同 经历不同 修养不同 阅历不同 所有的邻居在 最后流露在笔墨 表现方面 那个每个人 他的个性 他是非常鲜明的 左边这张是 被称为我们的铁学大态头 现代的铁学大师 沈永默 其实他们两个走的路数 比较相近 在清代中期开始 我们很明确的 有一个悲学 所以你们如果去找 这个书法的历史 你会发觉 那个有个叫阮元 后来包世成 还有个康有为 你们就清楚了 他们倡导 书法里面明确的悲学 这一种风范 而事实上很早的时候 有但是没有一个名词 就铁学出来 因为悲学出来以后 后来相对这个悲学 这一种风格流派的 给了他一个叫铁学 这个说法 而这两张作品 他们都是铁学的状态 基本与悲没有很直接的关联 当然这个 沈永默也和 这个悲学这个方面也有关联 包括沈永默和陈独秀 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关系 还有一些 那个评论 然后那个 陈独秀 在当时江南的 有一个文人叫刘三的家里面 看到他家里面挂了一幅 沈永默的字 然后有一个评价 陈独秀 指着这个 这张字 当时就说 那个 这张字的诗写的好 但是字弱了 奇俗在古 像这些这些 方方面的议论 后面我们到时候再讲 另外 书法和绘画 我们的书友 要结合起来 参悟 所以我们常常讲 有一个说法叫书画同源 但是一定是一流 最开始他们是 一个同样的一个源起 后来慢慢走 各走各的 但是就中国书画的 书画的这个历史来讲的话 你会发觉 他两者互相 尤其是书法 作为绘画的支撑 那么是不是 书搞 那个书 著名的书家 他一定要画画 我们过去的历史 他没有这个讲究 但是他恰恰对于画画的人 有提醒 尤其是北宋的时候 文人化兴起以后 那么对于画画的人 要求他的书法要很高 这个方面就开始有专门的讲究了 专门的讲究了 但是我们如果在追溯我们整个的中国的绘画历史里会发觉 也有一个字不认识 但是画画画得很好的 所以这是一种文化奇观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讲 他尽管不认识 那个一个字不认识 他书法肯定就不行了 但是他的文化水准 他的认识能力 他的智慧并不低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从背后 还是要从这个方面去理解 这是元代的一个大书画家赵孟甫 他关于书画同源的 而一流的这么一个一首诗的表述 你们这一次我就不念了 这首诗的这末季就在赵孟甫的这段画的左边 提写的秀石苏林图卷里面 他提了这段字 所以我们看那个赵孟甫的字 你们要能够感觉真的是非常优雅 并不是我们过去的 有过分从道德这个角度讲 赵孟甫人品不是非常高 因为他是宋代的那个臣子 最后做了元代的大臣 那个有人就评价 他的字旗很软 好像精神不够 现在我们如果客观的评价的话 那么这一种可能就要进行一些调整 这种看法 那么在苏法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又有一些新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追求 于是乎还有说苏法可以脱离汉字这些说法 我们在座的苏友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的历史 但是他不是主流 而往往这个受到日本的少字派苏法的影响 而中日苏法上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 肯定苏法的故乡在中国 苏法和杂耍 刚才我们提到了 有些太过江湖的汉字书写 实际上我们文人是没有把他看在眼中的 总觉得他那个是汉字表达的另类格调存在问题 所以看那个季仙宁先生 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在座的苏友要有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汉年书画院的同学看到这个东西 就应该心里面很欣喜 书卷之气扑鼻而来 他并不是说这些点画有多么的精神 多么的震动 多么的抓我们的眼球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书法纪仙宁先生讲 首先是一种文化 然后才是一种艺术 那个浙江 中国美术学院我也很敬重的一位老教授 叫王东霖 这是沙梦海林善之的高主 他最近做的书非书的有些探讨 把他放到当代艺术里面进行评评 他有他的立足的一些根据 但是如果我们从传统书法文化 这一脉相承的这种发展推进来讲的话 他有些东西是要考究的 所以我们要警惕 把书法放化到一种 最后是消解书法的规定性 这个意义上面的东西 所以像这些内容 我们在座的书有要关注 所以我们文人的东西 他为什么赖品 常常打的比方是如成年老教 越醇越香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 只要听到某个人说 他有书法竖成的秘诀 你最好和他远离 那个一定是虚张声势 或者是那种 行欺骗的这一种状态 所以学书法还是要赖得住寂寞 一定要去扶照 所以我常常在和我交流的朋友讲 我们写字一定要 信得下心来 内在心灵之美 最后才能够通过你的笔墨 自然表现在外 把这个美外扬 那个愚人 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是只求表面的一些花哨 就可能最后是虚花浪蕊 虚花浪蕊 没有真正的果实 所以这是我刚才已经谈到了 我们叫书法 和韩国的书艺 和日本的书道 他的一些义统 另外 我们在座的 那个书有 从大的那个叫汉林书画院 大家要注意 汉实际上就是文字演绎 文字演绎 形成的一些文章 他这个和汉字 他的意义连接得更紧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他的写的字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汉墨 其实你会发觉 他没有把它单纯的把它叫做书法 叫汉墨 他可能有些时候有淡化 有些时候也会强调 也会强调 在这个方面我们就一定给大家提醒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字 真的要写出很有味道来的文学水平 至少文学的欣赏能力 要比较高才行 现在传为李白 这个大唐 那个诗仙 他写的那个上阳台 诗 这个内容就那么几个字 现在我们专家论定 最接近李白 手机的状态 但是还是用了一个船字 所以文学和书法的关系 为什么现在我们讲就要一文俱加 实际上我的体会来讲呢 就是对于书写的内容 一定要理解的 要清楚 要透彻 如果是完全那个文字内容都不清楚 简简单单去写 你很难进入真正把这个文字内容 表现得非常到位的这种发挥 所以你会发觉 我们回过头来讲 刚才讲到那个汉文汉林 我们好多书法的经典 那些被称为法术的作品 几乎都是他本人 书写他自己的诗文章 然后这样形成的一些书法 你包括天下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提到的 行书方面的天下三大行书 都是写自己的文 文字内容 然后形成的杰作 第一大蓝天序 大家耳熟能详 第二大 严真卿的记者文稿 也是写的 他祭祷他的侄儿的一篇文章 第三篇是苏东坡的 黄州韩世诗天是他自己写的两首诗 继续韩世这一天的这个方面的思绪的 这两首诗非常的深刻 所以我有一个常常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我给蓝天序的评价就是他书发的是优美之情 天下第二行书记者文稿 抒发的是悲痛之情 然后黄州韩世诗天 苏东坡的这一件天下第三行书 抒发的是凄苦之情 他的人生 他的事业处于非常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在韩世节那天 他所写的两首诗的状态 我们下来以后慢慢再消化 这就是李太白的上阳台 提这几个字的人 是宋代的 宋太宗 那个宋徽宗 宋徽宗 赵琪 用寿金提提的 你看这些 用彼的一种好似浪漫 浑厚的状态 大唐的一种盛大的这么一种 气象的一种表露 这些我就过一下 所以优雅的书写这些文房 我们也要讲究 当然我们在座的书有 比如说毛笔你能不能选 会不会选 能不能通过自己的 在书画店里面去 通过自己的这个方面的选择 买一只比较满意的毛笔 比较兼其原件 适得 笔之适得 我们就要关注 毛笔 看一看 我们不多讲了 所以毛笔这个方面 他作为文房 他是非常文人 非常讲究的 墨 左边这是 筷状的墨 右边是我们一般的练习的 机制墨 这个墨大而言之 松烟油烟和松油烟三种 而这个松烟就很淡 油烟就很浓黑 所以这是他的区别 也像这些 我们那个收藏 那个墨块的人 常墨者 他对这些东西就非常讲究 那个我们四川美术学院 有一位刚留校的一位年轻的老师 张耀生 他是毛峰的弟子 他硕士毕业以后 他好像对于这个墨呀 清墨 他还有一些收藏的这个方面的爱好 我常常看到他的东西 这上面的一些文字 平安 为什么主报平安 为什么我们 那个 要通过这些方面的语言来表达 这就和我们的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 他会提升为文人的艺术 而民间艺术 这些民俗的意象 意比建议 那个图比有意 意比吉祥 他这个方面 也便于我们思考 宣词 像这些很讲究 艳台 书法艺术和文化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你比如汉字文化 像这些书文解证里面 所提到的四题二用 这些内容 我们在座的书友 可能一看就会明白 但是真正要理解 那个不容易 给你一个汉字 是让你说它的造字的方法 因为我们这个书法 它基础在汉字形体 汉字形体按照我们的 整个世界的文字来讲的话 它有表义体系 表音体系 而我们总体是属于表义体系 而表义体系的这其中的形身字 又在表音 所以你会发觉这里面很复杂 所以我们这个书法 为什么是无底洞 文字要搞清楚 都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们都不敢讲 自己到底能认多少字 能够理解多少字音 像这些内容我们要去理解 蒼奇造字 这个成语 鲁迅讲的文字在人民间萌芽 整个文字的系统 古文字系统 经文字系统 这个历数非常关键 从古到经 叫历变 这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过去的古文字 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困难 但是古文字和经文字 它有血脉联系 它并没有中断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会发觉 我们对于古文字的把握 对于我们古代的用字的把握以后 便于我们对于古代文献的消化 那么就书法来讲的话 像这些 我们如果真的要落实 汉林书画院的朋友 如果真的要在这个方面 多做一些工作以后 你会发觉 你才会在汉林两个字 汉文 风采 汉文 这个文雅 风采 这个方面才可能有落实 这个我们过一下就行了 我要可以肯定的讲 这些都是我们 如果要学习 追谋的对象 这就是我们经典 才能做到优雅的书写 如果这些经典不去靠近 优雅的书写 那是不可能的 也像这些 为什么邓世如的书法在 被后人称为友情第一大书家 实际上这是中国最伟大的平民书家 单就这些说法 我们要去理解他的内涵 搞清楚了以后你就会进步 那么他和右边这个 泰山克什的关联 他就是学 那个秦传 然后学唐传 李扬兵的 然后还吸收了很多民间性很强的东西 包括汉代 这些汉碑 大碑的碑鹅 更不用说 很多建筑方面的一些 构建 比较瓦当啊 包括一些 建筑上面的一些 那些客制 这个方面的一些材料的学习 这是历书 大家有这个感觉 所以单就这个历书的学习 我们说 这两块 图板摆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从学习历书这个角度 谁先学 谁后学 如果这个顺序不遵从以后 会带来什么恶果 所以最后他都会在 是否 优雅的书写上面落地 如果你先写张千碑 当然 你如果你才字是绝对的超群 智慧绝对的超越 可以 但是我们普范的人 还得要从朝圈碑为代表的 这一些规范性很强的这些碑来 应归入举的这么走 一步一步的走 所以我们学历书 汉代的大碑 这都是我们当时的这些士大夫 朝廷众人所书写 那么他的文化的这种完整程度 全面程度 规范的落实程度 他就不会让我们在学的时候 建筑偏锋 太过偏狭 最后我们所走的是一条阳光 那个阳光大道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包括这两个图板 虽然我们在座书有可能过去没有怎么想过 这个汉简 居然汉简为代表的这些汉简 拿到就开始写 石门颂拿到就开始写 比如刚才这个石门颂和前面这个图板 张千碑 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 他又分别在乎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注意 这都是有很多微妙的讲究 好 凯书 欧 延 六 上 唐代 为什么说唐代的书法上法 唐代的五种字体 赚礼凯行草 只有历书的水准稍微要低一点 赚礼 赚凯行草都很高 都很高 行书 大家感受一下 这是被称为是神龙本 最右上角这张图片 永和的右边有神品两个字 在右边有半枚神龙的 这个印记的流露 所以被称为神龙本 实际上是唐代的一个大的魔术专家 那个 他的魔本 缝成树的一个魔本 这个魔本就是前几年在北京 展览 实际上他很小 和我们现在心目当中的伟大的蓝亭 好像差距很多 这就是真正的明笔 他那个很小的这么一种表达 他的精神的张力 可以说说非常浩大 那么蓝天旭诞生以后 我们历朝历代的这些大文人 都有相当多的精彩的临摹 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蓝亭文化奇观 因为我曾经专门就这个东西讲过 所以我实际上后来上升到哪一种状态 哪一种高度 蓝亭及其蓝亭的流变 这个历史实际上是我们的文人书法历史的 非常精彩的 那个非常关键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们书友你慢慢取来体会一下 所以蓝亭及其他的流传的状态 实际上是我们文人书法历史的发展状态 这是元代的于和林的蓝亭序 这是明末清初的王夺林的 他都和袁蓝亭有一定的关联 但是他也有前期林的时候 可能是一步一去 慢慢的就凝出他个性的面目 这个给他的这种书法的创作 就开始奠定了基础 你看毛泽东林的蓝亭序 大家有什么感觉 这个已经不是林蓝亭了 完全是用他的笔墨表现魏晶的精神 这也被称为是魏晶的风度 魏晶的风度的内涵是什么一个情况 我们下来以后再理解 他一定是超脱繁俗的 艺术高度自觉的一种点化婚姻状态 所以毛泽东这个蓝亭序 那也可以叫做千古绝唱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中间这一部分完全是草书 但是颜真清等 到处涂抹 那个表现了当时悲痛肝肠寸断的这种状态 吹炼 腐炼吹折呀 整道心严 最后结尾的时候 无限悲痛 因为过去在封建的那个时代来讲的话 他的侄儿就视同挤出 他的排序排老几都是几个兄弟的小孩 儿子一起来排 脸最开始为千元元脸很 比较沉痛 他按捺不住 后来慢慢的越发激动 越发激动 这是苏氏的黄泽韩世诗听 你几个重奉的笔画 没有说写的壁纸 写的好像特别 拉的靠近池子画出来就最好 不是 他非常自然的出风 而且还有一种区区多姿的这种感觉 三个放笔各有姿态 都有变化 这是王羲之的牙头顽铁 黄金 宋代四大数法家之一的黄金坚 刚才那个徐位的位应该是三点水 所以这个地方打错了 我还没把它改过来 一直 这个要改 他有一个叫水田月 你看这个文人他就很讲究 他有个笔名叫水田月 天词老人怎么来的 天词 也和这个水田月 联系在一起 这是清代的一个 大家张瑞图的 他的行草 他折笔特别多 这是我们过去很圆转的这种状态 他不具备的 这一种精神振奋效果 这是王夺的 我们过一下 现代书法转型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关于书法的继承和创新 我们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我快速的过一下图板 那个要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书写和涂抹 我们要谨慎 要分清楚 创造和制作要搞清楚 安排和设计要搞清楚 现在我们很多搞书法的人 特别喜欢用设计两个字 其实设计两个字的 它的内涵 有人为摆布 非自然的这一种 时间的这一种 那个呈现的 这个方面的一种 相当于为了什么而什么的 这种做法 就显得比较生硬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这是85年在中国美术馆 展览的那一批作品 那些当时的老书家 他们受日本的扫字数 实际上日本的扫字数 也受中国传统的 那些单个字表现的 这个方面的影响 就是他们更强调了 他的笔墨的这些变化 像画画一样的 在表现有一些汉字 而他们写的字往往都 那个意趣比较丰富 往往是在象形字 绘一字这一类上面去选 然后来进行 那个像绘画一样的表现 这个实际上 现在已经证明这条路 偶尔为之可以 像游戏一样的 但是不是书法的一条 正道 你看嘛 这是比较早的出现的 你看那个左上角 这一幅字叫如子流 下面这个受日本的 那个首导右倾的影响 写着一个破字 你可以看看 但画也还是很浓 但是它不是书法的正道 好 越到后面就开始 有一些更为浪漫的这种表现 其实我一般把这个东西就叫做绘画 抽象性很强的这种 这种画面效果 它不是中国传统的书法的自然的这么一种 那个呈现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转型 还是要深深的榨给你传统 你看这个黎静祥 这是辽宁的一个比较著名的书家 他当时你看 他就是话又话而已 贫穷 你看 张强左边这张 就是我们四川美术学院的 现在做教授的这个张强 也有社会上面对他提出一些讨论 一些议论 在那个时候他还是比较活跃的 右边这个是南京的一个作者 文贝老师 他的内容 他那个过去还会用色彩 在这个书法的这种表现上面 而他的文字内容你看 他就是写的我书 亦造本无法 书东坡的 那个书法的主张 书法主张 好 这个就 那个跨的那个步子就更大了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你们面对了社会上面 有人给你传播这些东西 你要谨慎 那个有一些水墨的艺术家 而不是书法家 他们这样做 有他们的存在的根据 生而主义 他受到西方的抽象化的影响 而把中国的书法 把他作为一种 汉子作为一种纯粹的一种符号来进行一种 那个发挥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的书法的学习 一定要和这个保持一种 远离的状态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你会 他已经让我们 关注这些画面的时候 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于传统书法的这种笔墨的品评状态 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 这个王东霖 右边这一张 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一个 注重拼贴的 其实你会发觉 他是把这些一张张的小 小纸所写的内容 佛啊 中庸 道法 自然这些 把它装裱在一起 形成一种 张力比较大的东西 单就每一件作品 未必精彩 它的主要的意义就在拼贴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他某些时候 他和装置艺术 他联系在一起 连左边这个完全是用的草塑的线条 画的一些他自己命名为无题的东西 右边这个秋枕中 他曾经有过一个探讨 这是一种探索 叫代考文字 他就把甲骨文那些没有适度出来的这些符号 把它转换 书写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还曾经做过一个 代有 就说 艺术就是生活的这个方面的 一个试验 一个月 天天回家 都写秋正宗 写到一张宣纸上面 最后一个月下来 把这一张 写了30个秋正宗的这张 把它装裱起来 形成为一张 代有生活记录的 这个意义的一张作品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种 行为的这一种中继流存来进行理解 但是并没有肯定 他就是书法表达非常高的这种状态 这个张震宇先生的这一张作品 这是当时也是在80年代中期流行的那种 现代书法的那种 富有趣味的这种造型 右边这个是央美过去的老的副院长 现在退下来了 叫徐斌 他受西方的影响 也受中国传统的那种木板活字印刷的影响 他上次创造的版画作品 像这些类传 我们这个把它过一下 像这些我们就更要 更要注意了 它是属于当代艺术这个范畴的东西 它未必是在做书法 但是我们这个方面要思考的 刚才我谈到 我们对于有一些还是要敬畏 对于我们的汉字符号要敬畏 对我们这些匠人所做到 做做出来的工具要敬畏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能糟蹋这些材料 那是另外一个层面 但是这种活动有没有 但是在当代艺术里面 他有他有一些 这个方面的一种意义 我们来讲的话 刚才我们讲 这个写字要做到优雅 所以我过去学习的徐武文先生 他的两首小诗 我们要去理解 褪比如三未足真 读书万卷始统神 破功词与真三昧不创新 是自创新 他也不是说 不想把自己的字写出有个性的 但是为了个性而个性不行 所以汉林书华院 对这句话读书万卷始统神 要好好地去理解 另外现在下面还有一首 我们要警提 一定要小心 要谨慎 世人苦悲虚名物 笔不生风 画虎 画虎蓝 笔下如果没有一种气象 乾坤不能够操控的话 就会发觉 这个常常可能一辈子 就没有太多的造化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徐先生在给我们的那个提示的 他曾经比如说 刻了一枚印章 然后他写了一首诗 像这些语言 我们作为晚学的 我们就要去体会 他到底 给我们提示了什么 否则的话 我们那个路子 他就可能会乱走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样 那个稍微休息五分钟 大家稍微放松一点 那因为这个坐起来 听这些也比较紧张 现在是我这边是八点 那个二十二分 接近八点半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 我提醒十分钟以后 然后我们后面有一个交流 好吧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书友们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五分钟 好的老师 那么趁这个机会呢 先给大家 我来给大家讲几个 大家在群里问的 比较关注的问题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 这个 这个活动呢 我们是第一期 然后下 未来呢 每周 就是从这周六开始 算第一期 然后 未来的三周吧 三周的每个周的周六 我们都会办这样的活动 一共是四期 四期分别都有不同的内容 就包括了这个书画的鉴赏活动 以及书写的技巧方面 还有 比如说 关于那些 看展的一些 科普知识 等等的 这么一些 大家比较 喜闻乐见的一些话题吧 是有 是这样安排的 然后我们 研究生 汉林书画院呢 主要针对的就是 重庆大学的学生 但是我们每一期的 腾讯会议呢 全部都是 共享的 就是我们欢迎其他兄弟高校的 同学们 或者是 包括社会人士 都可以来 就是同学会议 然后听龙洪老师的 类似于这样学术讲座和交流分享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也可以说是讲座 也可以说是报告 也可以说是这个 艺术分享会吧 这么一个形式 我们非常的欢迎 但是我们每一次活动的 开始和结束呢 我们都会放出来 那个签到表 包括报名表等等的 这个主要针对的 就是重庆大学的 就是内部的学生 因为我们做这个表的 我们做这个表的意义 本身就是 为了给大家去做 那个第二课堂的 那个课堂证明 然后可能其他的同学 包括社会上的一些 对于书画爱好者来说 这个东西它不是很重要 可能就不是很需要 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这个 填这个报名表的时候 就是不要填乱了 这个是仅仅针对于 重庆大学 这个 重庆大学的同学的 这是 还有呢 就是我们本身呢 研究生汉林书画院的 这个交流群呢 我们是有一个 官方的这个交流群的 现在呢 我们这个群呢 也是放开的 我会在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呢 把我们此次的 这个签到表 报名表 以及这个 我们群的这个二维码 放在PPT上 大家如果是想 对于书画比较感兴趣 或者想知道更多的这个知识 或者是 接下来的三期是如何 时间安排呀 或者是腾讯会议号 或者是报名表 或者签到表等等的 一些细则 可以加入这个群 但是我们不 我们严禁在群里 发一些跟书画交流 无关的内容 包括就是发一些广告之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可能就会 礼貌移出 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 第二课堂 以及我们研究生 汉林书画院的这些活动 这些消息是在哪里发 首先呢 第二课堂 它不只有我们有这个活动 它还包括了其他的社团 会举办一些其他的活动 这些活动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重庆大学研究生会的公众号 因为我们的这些推文呢 都会在那个公众号上进行宣传 重庆大学研究生会的公众号 我也会在结尾的时候 放在那个PPT上 大家可以自愿扫 自愿关注 仅仅是书画方面的消息 以及活动预告的话 我们在汉林书画院的交流群内部 每一次活动开始之前 我们都是会放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 尤其是重庆大学的各位同学们 如果是想对第二课堂 有更多的了解的话 可以去关注研究生会的那个公众号 上面会有一些活动的预告 但是如果是仅对于书画 比较感兴趣的同学 或者是书画爱好者 其他兄弟高校的书画爱好者的话 你可以直接进这个 我们的汉林书画院交流群 这个书画院的交流群 我们是对外公开的 大家可以在这个群里 了解很多的消息 这个同学的聊天我看到了 就是请龙老师讲一下 学习书法的要点 也就是如何能从写字上升到书法训练的程度 只说离摸有些太宽泛 有没有一些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和方法 谢谢 好的 同学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讲座是一个系列性的讲座 就这只是第一讲 第一讲的话 老师他可能更多的 就是从老师的那个讲 讲解上你也能看出来 他更多的是在讲 这个书法的发展史和一些 相对来说 比较概念性的东西 他可能 如果是要进一步的说到 这个写字到书法训练的话 可能会在后面的课程中会涉及到 就是他可能 第一节课的时候 不可能 这么快就上升到这么专业的程度 因为我们 研究社会汉林书法院内部的成员的话 也是就是有一些有书法水平的 但是老师 也跟老师反映过说 我们也有很多零基础的同学 可能是要先从最基础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讲起 所以 就是我们可能要照顾一下 没有基础的同学 然后至于你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写字到训练 可能在第二讲 第二讲上大概会涉及到 或者是待会儿这个问题你可以直接问一下 现在马上就八点半了 可以直接问一下这个龙老师 我如果是 我看那个课程安排的话 大概第二讲第三讲的时候 会有具体的这个训练的分析 好 谢谢 那我就接上 今天确实我们是要从观念方面 要树立起来 哪些字是好字 哪些字我们要远离 如果这一些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么一种认识的话 你会发觉他到底为什么而写 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从这个杯 例如写写历书 刚才我给大家出现了几个图板 好些同学 好像一写 直接又上手写石门寿 或者是写张天碑 一写好像写的项目像样 结果到多少年下来 什么都没学到 我们一般人不会相信这种状态 为什么我学不到 那个循序渐进 步步推进 尤浅 那个入身 那个真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如果每一步没有踩 踩实一个脚印 你会发觉 以为写 写的好像像模像样 有一些东西 结果是没有入到流 所以这个方面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把我后面的内容 很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 有一些是图板的 我们留下印象 你会发觉我们这个人文呢 他就是 我给大家显示这些图板 让大家过一下 为什么不把那些太杂爽的东西 让大家看 其实他都有所取舍 有所轻重主次的 这个强调 像这个内容 至少我们为什么写字 是修身养性 如果再高一点 是反映生命的艺术 他一点不假 所以这个 唐代的韩芸 在《宋高贤上人序》里面 有对张序的 好书的一个说法 可喜可恶 一遇一疏 所以有人说写字 不是抒情的艺术 所以沙平坝区 我们那个教师进修学院 有一位老师 我很佩服他 是我们书写的副主席 王天俊老师 他现在把他上升到 生命这种高度来认识 叫生命书法 我很赞赞赞他 目前在中小学 然后鼓励我们老师们 然后来开展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叫生命书法 当然这有些时候 其实再简单一点理解 天天在生活当中加强写字 他怎么不是生命呢 他就合理的生命状态相拥抱 另外还有一个意义 不要乱写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为什么叫优雅的书写 你看毛泽东把这个写字 当做最积极的休息方式 你看他写给宋庆林的这封信 这两页 为什么叫称为庆林先生 而没有称他为庆林女士 或者其他什么的称呼 那么这个堂堂的忠诚和历史兼诚的字 你可以比较一下 他真的好像可以发现 这里面很微妙的东西 比如蔡金这个字 他真的他的那种 那个方正的感觉 大气的感觉 好像是有一些问题 对蔡金的字 我也在收集一些图板 总感觉他那个字的那种方正 大气 这种忠诚 劣势的那种感觉 他确实有一定的欠缺 好像他很容易变 你看没有 他很圆 你们注意一下 像这些就是一种 我们修炼以后会带来的一些效果 我不多讲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像这些就是我们要提倡要走近的 那个百岁老人 心灵印社的社长 前社长 劳中仪先生的字 你要去感受 我们如果是一般的状态 简单把欧言扭造 意识上面的一些书法经典拿来 拿来好像发挥 好像就这个字写的 好像很普通 但是他的笔目的高妙 到底在哪些方面 而且大家不要太过在乎 你那一朝一世 这里面书写的是一种 有文化内涵的东西 怎么去理解 那么我们在书法欣赏的时候 仍然是回到我们优雅的书写 他要呈现这些美 笔伐美 形体美 然后张法美 意境美 这是一个历史图片的陈列 我们过一下 这就是我们要跟进的 你看毛泽东的 他这些草稿 这些用笔的状态 而人与人不同 字如其人 我们怎么理解 连周恩来的字 而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从研究这个角度 他们都写严真卿的字 为什么各自写出了不同的面目 我们要去理解 而从这些字里面 我们都要能够看到 严真卿的影响 朱德元帅 刘伯成元帅的 这个方面的成绩 而刘伯成和苏德 两位四川的元帅 你会感觉 他们所呈现的 那种字的 气象 气派 他还真还有区别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乎 这个中国人写的这东西 他带有证明你自己身份的这种意义 为什么 人家看到你的字 就能够大致判断 这个人可信 这个人值得教 值得信赖 他有能耐 他修养很丰厚 为什么 你会发觉 从这些笔墨里面 都往往能够看出 这个人不仅能够飞舞 还能够沉浸 也成一元帅的字和前两位元帅 真是不同 这是一位将军 这是我们四川的骄傲 他从 槐树那个地方过来 但是你会发觉 槐树的字纵横百合 非常 那个 潇洒出城 那么张爱平的字 也潇洒 但是他总要欠缺一些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这是我所接 接触过的 就那个请教过 拜见过的那个 一位一代影视大书家 林文工学生 他的字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右面这一位是 三军一大的老校长 著名的 那个防疫学院士 陈天明先生 现在都是90多岁高龄了 左面这一位 梅兰工已经先去了 那么陈天明院士的 这个字 你们看看 当时我看到这个字 我就有一种感觉 这个人必定长寿 从字里面看出 他的精神气象 身体的健康的状态 尤其是心理素质的强化 你看 BB 震动 所以现在我们看 陆军军医大学 他是亲手 书写 而且 他最后在节目的时候 他当时的双腿 都有点软了 因为年龄也比较高了 还努力的站起来 然后参与节目 陆军军医大学的 这几个校牌 这是李多将军 中国军博的一位 一位高人 你看他那个 这是学郭沫若 书法出来的 启公先生给他一个战诗 写过一个战诗 我们下来有时间以后 可以慢慢找来读一读 连这个就很近郭沫若的 那种体识 当然他又有他的存化 他有他个人的这种 符合他个性的一种改造 右边是我们现在接近 那个应该是75岁左右的 毛峰先生写简书 左边是一个广东朝度的 一个大书家 是刚才所看到的 饶中仪的父 那个父辈的好友 殿见美老先生的这个撰字 你看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文人就会很在乎 他说的内容 人好刚我以柔 甚至人用术 我以 人用术 我以臣 我以真臣来感知 人是气 一个人往往很容易使气 但是我用道理来让他责乎 这些内容非常讲究 这是徐文先生 你看书卷之气扑鼻 这位先生实际上 只有62岁就先去了 左边这个悲心交集 红衣法式的字 让我们去品味 他就本来在写字 在元祭之前 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书法创作的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是品质不尽 里面的意味太 太丰富了 他的人生 他的修为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 那个淡然 但是非常深层的这么一种计筒 这是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 所以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 把他和他父亲潘天寿的东西比 在很多方面好像有不小的距离 境界上面像这种东西 可能就需要在境界上面再大提升才行 所以像这一面印章的内容 我们对于传统的这艺术不仅 他呈现给我们的一种 视觉的这一种打动 他文字内容都给我们相当多的这种提示 所以我们要注意 这是写杯的一个高人 孙伯祥 他既能画画 也可以写字 他的这种味道 那么这些内容的提示 出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什么叫做清水出芙蓉 去雕饰要雕了一些 天公与清心 文人画的这种刚理性文件 就论画以形式 如果看文人画 还要看他画的像不像 那是见解和小儿没区别 这是当代朝圣 林善之老先生 你看他给我们的 一个是他自立 也是给我们的提出一个 这方面的一种提醒 学无致敬 学无致敬 林善之 这是八大三人 右边是正半桥 正半桥的东西 我们一般不要去碰 碰他 但是如果一碰 我们都会写的比较像 人家会说 你这个一写正半桥就像 这个也可能是一句 真实的评价 但是最后你像不了正半桥 而且更达不到 非常高的笔墨的修炼的状态 所以这就是我要和同学们 交流的一些关键的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 吴昌硕先生 这个是写实 那个朝圈碑 把历 一书写成这种 浩大豪迈的这种气象 没有相当多的诗书修养和 那个意义 相当高的这种意胆 那是不会出现这种 超绝的这种状态的 你看他写传统的 很凭正的十股文 能够写出这种 浩大豪迈的这种倾向 每个点画都在动 非常浩大的这种魄力 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 民间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 我们对于书法的修炼 要远离这个东西 但是也要看到他充满生机 生活气息很浓厚 老百姓对于如意吉祥的 这个方面的在意 但是我们的基本的视觉表现 不能停留在这一种 比较低的 太过向行的这方面的一种表现 所以最后来讲的话 我们总是讲完以后 就归结在这个方面 因为我是立足 针对我们的研究生 同学的笔墨修炼 我们在座并不是 搞这个东西的专业的 这个方面的一种追求 但是我一直比较崇尚的 就是各种专业的人 都练习我们传统的书法 他会带上各自专业的 这个方面的色彩 你不是你是学医的 你是学法的 你是学文的 学工的 都有你的专业的色彩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希望我们的笔墨 一定要有一种更高的精神的邻聚 那么清代的刘西仔 艺盖书盖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东西 这就和我一直强调的 优雅的书写 他应该来讲的话 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要达到 士气为上这种状态 你看 刘西仔所排出的 富气 兵气 春气 士气 将气 辅气 等等等等这些 那么九肉气 输损气 这江湖气 都是我们不能够去靠近的 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文人的笔下流露的东西 一定要有境界 而这个境界流露的就是一种士气 就是书卷之气 就是一种文气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正大的 高扬的这个方面的一种精神的状态 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交流的 今天我们就要先把这个观念要梳理起来 所以刚才那个应该是文琪在讲 然后下一周开始我们可以动动手 但是这个网上这个交流要动手 也确确实实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我根据我这一次给中国化专业的书法学习的 这个课程 这种体会和给建筑学院的几个专业的 那个创新实践课 景观书法的这种交流 我让那个我的研究生 非常优秀的那个 那个周玉同学 他如果能够辅助我 而且也能够和大家做一些交流的话 可能大家动起手来 效果会比较好 但是一定要达到线下的状态 这个我们真还不敢这么奢望 但愿能够早日能够到线下碰面 那个一旦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常常很在乎四个字 但看我写 我是学北京大学过去的一个著名教授 有人请教他书法 他就说这几个字 但看我写 所以很多东西用文字表达 不管是口头或是书面的 很难把有一些内容 其实一演示 一示范 一动手就清楚了 大家就可以该怎么做了 好 那么下一周我们可能会看一些视频 但是我们在座同学假如说文奇哈 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微信群 能够把你们写的字 在微信群里面能够我们互相的相当于共赏一下 分享一下 那么可能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交流 可能会更好一些 而这一学习我所上的那个课程大概就是这样 有一个微信群 大家完成了一些内容以后马上我们就可以交流 是这么一个情况 看那个各位书友 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再交流的 还有一课程左右 我们交流一下好吧 我就不多讲了 好的老师 那个大家先看有什么问题 想问老师的 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先问 然后等大家如果没有问题了 我结尾的话会根据老师刚才说的建议和那个期望 我大概说一下我们后期所做的一些措施 好的 那我看到第一个问题了 就是微信群我们可以进这个问题 同学是这样的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没有微信群 因为微信群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方便 他对于这个人数啊 或者是那个上传照片什么的 我们目前是有一个汉林书画院的交流群 就是是一个QQ群 这个群我们是面向所有的人放开的 就是主要是我们重庆大学 汉林书画院内部的同学 但是也包括了汉林书画院研究生 就是喜欢书画的同学 包括想参加第二课堂的同学 还有一部分本科生 我们现在的情况下就是 如果是你想进的话 我们也是允许进的 这个群就是只有两点要求 第一点就是不允许在里面发广告 第二就是不允许在里面说一些 跟书画交流没有关系的事情 然后只要是这两点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目前讨论的结果就是先放开 给大家使用一下 看一看效果 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 我们QQ群的这个二维码放在 我待会会共享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位同学给老师提了一下 就是问这个书法练习后效果是哪四点 谢谢老师 那个书法练习后效果是哪四点 我还不清楚 你到底就是说到底他的指向在什么地方 其实来讲的话 就是说如果要练习书法 要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收益 那个从眼睛所能够看到的 我看怎样看待当代的展览体书风 这位同学在讲展览体怎么样更好 和传统结合 这个我因为是那个 我们讲的内容的这种要求 我和研究生曾经对那个国展 从第一届到第十二届 全国的书法国家展览 都有关注而且有分析 有文章也发表在重庆 那个评论就红颜杂志 他那个那个另外的一个理论的 这个平台叫重庆评论上面发表出来 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查一下 我和曾强欣同学 我曾经也做过这个方面的专门的讲座 那么就这个展览体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题目还是很大的 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我们要回归到传统的书法 我们要对接的是中国传统的书法文化 现在我有一个感觉 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当做一种 纯粹艺术品在进行修炼 我感觉可能这个路路子不是说完全没有 没有那个道理 但是有可能他会用远离以后 我担心的就是成为一张 视觉冲击力很强的一张画 而我们书法的这种文化的规定性和一张画的规定性 它是有区别的 如果你不小心丧失了你的独立存在的这种规定性以后 沦为一张画的这个范围的东西 而且形成的东西又达不到绘画那边的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我们就成为一个尴尬的骑墙的状态 我觉得很可惜 你不管当下很有多么的热闹 到后来人家在总结里 在那个评价里的时候 感觉你要拿 因为我们现在包括现在 仍然还是以传统的很多这些标准 在进行评价我们的书法创作 而传统的这些标准 它往往并不是说只对过去有用 因为我们这个书法的这个传统啊 它那个文脉 它是不能中断的有一种延续推进的这么一种状态 也说过去在乎的 我们现在仍然会在乎 有可能我再说大一点 中国人还在 中国文化还在 那个汉民族的这些追求讲究的东西还在 有可能我们的书法的评价的标准 还不可能随便的改造成新的那些东西 你比如说强调什么过于强调对比 强调视觉的冲击力 我们还是要讲究 记忆眼睛看起来要和谐 要有吸引力的东西 那么内在的这笔墨的内涵要大 关键是要能够润心 这是非常高的要求 我们现在很多展览的东西去一过 一走而过 根本基本上在那个地方留不下脚步 我们买的那些作品集 然后好像在翻阅的过程当中 也只是只能看一个形式的一些大概 所以常常我们说 他的那些 那个一张一张书法作品的表面 给人感觉他制作的痕迹太浓了 他的那些组配的东西好像太明确了 而笔墨的自然的流露这一个方面 自然的流露好像麻烦 好像那个给那感觉就 滋咬你的这种灵魂的东西 那么比较欠缺 而只是有一个形式的这种躯壳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谨慎 所以因为我本来就是说 我开始文奇同学给我联系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这个是相对的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听众 我觉得好一点 因为太过于开放了以后啊 我就有点担心 这位同学问的我的文章 我下次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那个写的更清楚一些 我就担心一个是不符合大家的一些 各自的一些要求 另外大家的期望可能还不完全一致 但是我总讲的有些东西 可能现在社会上面的有一些搞所谓书法的人 他们还不是非常同意我的观念 也有可能 还会有一些争议 你比如说他们就会很在乎 展厅的有些效果 比较抓眼球的这些 但是我一般对这个东西我比较谨慎 比较谨慎 所以我更在乎我们在座同学修炼了以后 对于你的身心健康要有益处 对于人家要有一个好的影响 至于这个字写的好它是一回事 至少不乱写 这是我的一个底线追求 乱写汉字 我觉得至少对古人 对创造我们汉字的人 敬畏之心不够 我有这么一个朴实的想法 看哪位书友 还有其他要交流的没有 这位朋友说 怎么看到好多人都说的那个丑书 关于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讲 但是这位书友他关注到这个问题 而且留意了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什么才是真正的丑 说实话哈 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我的讲题是优雅的书写 就是想办法要远离真正的丑 因为我们在艺术里面 包括我们传统的书法历史上面 阶段性的 有些人觉得他可能丑 但是后来历史证明 他那个时候可能是神秘的观 可能不尽一致的问题 后来我们的书法历史 不仅把他接纳下来 而且非常认可 让他成为我们的经典的 这一种长河里面的一份子 那就这个不是所谓的 简单的丑的问题 那个刚才我讲了一个问题 就丑 包括俗和亚 丑和美 他都可能会有转换的状态 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问题 你比我们在书法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起步 我们那个过去的文人给我们提醒 尤其唐代大书论家孙国庭的书谱强调 取罚忽善 哪些是善 我们刚才这位书友提到的丑 某些东西可能太过江湖 太过普通的一种刻画的状态 只是记了这个内容 有可能笔墨的美根本谈不上 大家要注意 有一种情况 他这美是比较偏执的 有一种美可能确实 确实没有太多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就说 书法学习起步的时候 一定要走进真正的经典 而这个经典呢 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我们书法历史 已经非常认可的 叫法术这种状态 他至少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你的 与你的性情 有不完全和谐 或者完全一致的问题 有可能我喜欢优美 他喜欢壮美 我喜欢那个端庄 他喜欢可能比较齐绝的东西 但是那都是好的 你比如说我们民间里面 有一些纯粹记事的 有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我们书法历史上面 现在有一些动辄 就把这个东西拿来作为经典的 淋没的 那种叫行徒砖的 过去就是某一个时代 比较汉代或者唐代 有一个犯人 或者是为官府所压戒的 某一个人 但是中途 不管这个人是之前为过关 还是没有 但中途确实就死掉了 一时乎就把它埋下来 埋下来可能是找了一块砖 或者一块石头 就刻了这个人的名字 而这个时候完全不是书法的 没有这种考虑 就仅仅是打了一个记号 而这个东西有可能 因为这个人刻的时候的特殊的状态 他有天趣 天趣也可能叫做自然之趣 而这个自然之趣也可能就是 纯粹的人把它勾勒 或者是刻着而已 显得比较自然 没有交流造重 没有故意去如何如何的 做很多的这方面的加工 但是这个东西 说实话我们初学必须远离 所以刚才有一位谈到 书法是不是一定要从凯书起步 我曾经也有探讨 包括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包括我自己的学习 写字如果是从用这个角度 着眼 确实提倡从凯书 或者是再拓展一点形术开始 因为传书和草书基本上不能用 而从凯书起步 起步便于任 刚才我们讲凯书起步 学术当学研 其实也是从凯书起步 建议理学研真卿 因为他和人品联系在一起 另外还有一个 为什么从凯书起步 我们书有稍微多想一下以后 你会发觉 我和我们朋友交流的过程 我一直简单或者是比较概括的理解 小传只有一法 历书有三法 直 点 拨 到了凯书就有永字八法 而永字八法 他给我们提醒的是法度更为丰富 更为完善 那么这种轻重提案 这变化里如果是能够有一些训练了以后 你再来上走立转 下走行草 他也比较方便 是这么一个的道理 所以从凯书起步 他往往 着眼在用上面 但是我们往往也有人 就说如果从书法这个角度 不是从写字 书法这个角度 从历书起步 效果会非常好 比如金灵世家的有一位 旅著名书家 康野卫的弟子 肖贤 他就在乎 他对他的弟子的影响 就强调 从历书起步 我曾经也从历书 对少儿这个方面也 产生过这个方面的 这方面的一些交流 确实历书起步 容易出效果 他那个字压的表扁 重心很容易稳 左右的拉长笔画一展开 这个字往往容易雍容 偏然 而且充满动感 既平稳又充满动感 所以这个历书 从书法这个角度 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当然话又说回来 你如果是从 点画的这种 粗细变化 这个方面 比较容易掌控 这个方面想进入书法 可能小转比较好 我过去的老师 张一龙先生 现在在北贝那边 他是我们过去的老师 徐文先生给他做 书法指点的时候 让他在转 那个欧颜纽特的凯书里面选择 然后来作为他的 初书法的初学起步 结果张一龙老师 现在是心灵音社的社员 很早就是了 他都不喜欢凯书 好像写什么 他都没有什么兴趣 结果一拿到 那个最后 徐文先生怎么办呢 他说 我这儿有一些字体 你看嘛 哪一种你更喜欢 你更想写一点 张一龙老师 一看到那个什么 李氏的小转 李杨斌的小转 他说 我写写 这个好像比较简单 结果一写 他就从这个方面 走入了书法的 这个原地 所以他现在是 转力凯兴草 都很精彩 张一龙 老师 所以如果从书法 这个角度 某些时候没有一定的 但是你如果是 你的用途 你的着力点有不同 他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些讲究 所以如果我们在座同学 你们如果是现下 我把我最近结识的 南岸的 有一位搞中医的 他想 他是一直称我为老师 因为我没有完全接受这位 所谓的弟子 因为我不收这个所谓的弟子的 因为我反正就是 那个有这方面的交流 都很愉快的 这种事情 但是他从八月份 到现在为止 跟着我 他过去是学汉奸 后来调整了以后 学李杨斌的传书 真是效果非常好 因为我们这个 现在没有一个 专门的一个群 因为太开放了 有还校外的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文区同学 讲不好 有些时候不好 形成有一种 特别 就就有些担心嘛 如果有这么一个 可以交流的东西 图片可以稍微 自由点发的话 你们会感受到 那个从传书起步 你如果一以贯之 阶段性的效果 也会非常好 那个文区 看我们今天是不是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老师 差不多了 如果有个别的同学 想和我加那个微信 假如确确实实有问题 而且想比较深入的 那个找到文区 那么文区你可以把那个 我的手机号码给他 给他就行了 那个交流起来 我也某些时候来讲的话 只要是我们都是为了把这个 制念好 我也很愉快 好吧 那就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那个下一周 我就可能要辛苦周玉同学 然后帮我放一些视频 周玉同学也可以 那个周玉你在 在的在的老师 下一周你也可以根据理学书法的这些感受 体会 那个书友们在 那个修炼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什么需要交流分享的 你也不妨和他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好吧 好的 各位书友 今天辛苦大家 因为那个讲的不尽如人意 然后那个 有些方面 挂疑漏腕 甚至于还可能还会有谬误 请大家多包含 批评指正 我们下周的同样的时间 我们再见 如果 这一周如果有同学 有书有写了以后 假如说你们那个和文区有联系 要么文区帮我收一点 他们发的那些练习的作品 我到时候根据他署名的情况 集体做一点点评 他也知道他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情况 其实也是一种 帮助他 那个书法推进 这么一些方式 我觉得也可以 好吧 好的老师 那个 这个我之后的话会跟 就是会跟大家进行交流和协商 看看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好的 嗯好 那就辛苦各位书友 大家周末愉快 那个冬天来了 也做多保重 好吧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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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